10月9日大选结束明朗后的星期一 美农时间周一一大早 辉瑞就公布了一个大消息 说他们和BioNTech合作的疫苗 第三期测试有效率超过90% 并在20号向FDA递交了批诊的申请 那从9月开始 各种关于辉瑞疫苗的热搜就满天飞 但是我却非常的好奇 这个新闻中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BioNTech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什么辉瑞这样的药厂巨头 非要拉着他一起合作开发疫苗呢 于是我就对这个小公司做了一些小小的调研 发现其实应该说这一次是他带着辉瑞玩才对 那到底BioNTech是怎样的公司 这一次的疫苗开发背后又到底有什么样的商业故事呢 今天呢我们呢就和大家来摆一摆BioNTech这个案例 BioNTech的故事呢要从两个创始人说起 一个叫做呢 那我们下面呢就称他为沙西医生 还有呢就是他的太太 我们呢就称他图雷西医生 这是个德国公司 可是两个医生的名字听起来也不像德语啊 是的因为呢这两口子呢 其实人家呢是土耳其人 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都是60年代目啊 随着德国战后重建的海外劳工计划呢 从土耳其移民到德国的 那沙西医生呢是在4岁的时候啊 他的爸爸妈妈呢举家搬到了德国 他爸爸呢在福特的车厂工作 那图雷西医生的爸爸呢则是一个医生 来到德国后呢生下他的 两个人呢是在医学院毕业以后呢进了同一个医院 不但呢建立了家庭 还成为了科研上的好伙伴 让我呢莫名的想起呢最近看到的一个电影啊 上面的居里夫人两口子 据说呢他们在结婚婚礼结束以后啊 当天就回到了实验室里继续工作 真的是科研好夫妻 那沙西两口子呢很早呢就开始研究啊 癌症的免疫治疗法 关于什么是免疫治疗法呢 其实在5年前呢我在做创业美国第一季的时候 就采访过相关的企业 大家呢可以看看当时的片子 科普一下相关的知识 在2001年的时候啊 沙西医生夫妇呢就决定要创业 创办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Ganymed 当时呢就是研发治疗癌症的 丹克隆抗体药物 这个让人呢不明觉厉的概念 简单的说呢就是制造了一个人造抗体 这个抗体呢会攻击癌细胞 副作用比较小 沙西医生呢这个公司啊做得非常成功 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以1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而在呢Ganymed的出售之后呢 沙西夫妇两啊就把精力呢转向了另一个 在2008年创办的医药公司 它就是这一次新冠疫苗研发当中的主角 BioNTech BioNTech呢也关注癌症的治疗 但是不同的是呢 它用的不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很厉害的 丹克隆抗体技术 而是呢一个叫做mRNA的技术 而且呢他们除了关注mRNA在癌症中的应用 也关注它在包括艾滋病等其他疾病上的使用 关于呢这个技术啊我们后面呢会好好和大家具体解释 在2008年沙西医生曾经在柏林呢作为一次演讲 就谈到啊当出现全球大流行病的时候 他们研究的mRNA技术呢就可能可以帮助快速的研发出疫苗 别看得出来啊沙西医生呢很早呢就开始关注啊 自己研究的技术在疫苗上的应用 那今年1月份啊沙西医生呢就看到了一篇呢柳叶刀上 关于呢新冠在武汉爆发的论文 从啊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到呢武汉城市的规模 以及呢和外界紧密的联系 特别是啊无症状携带者的存在 沙西医生呢就预感啊这发展下去肯定会很糟糕啊 觉得那让自己的技术来发挥的时候到了 当下呢就调定要迅速的转型BioNTech 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新冠疫苗的开发当中 首先呢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开了一个呢投资人紧急电话会 要说服呢投资人支持自己的计划 因为当时呢中国以外呢对于新冠病毒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概念 而把所有公司的资源啊投入到一个呢 未知影响力的病毒的疫苗研发上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事情 那不过啊沙西医生呢还是凭借自己呢 丰富的经验和呢感染力 以及呢自己对自己技术的信心赢得了投资人的支持 下面呢再来说一说BioNTech到底是怎么开发疫苗的 大家呢想象当中啊可能觉得疫苗呢应该是在实验实力啊 用各种病毒啊细菌啊什么细胞等等培养出来的 但其实沙西医生他呢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培养出了他的疫苗 这里呢来重点解释一下刚才说到的mRNA技术到底是怎么开发疫苗的 一般来说啊这个疫苗的开发需要的是培养出呢减毒或者是灭活后的病毒 那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没啥毒性了所以呢不会让你呢生病 但是因为呢它还是病毒所以呢还是能激发出你身体内的免疫反应 产生抗体免疫激素等等啊 而当你的身体真的遇到病毒的时候呢 就有现成的军队呢立刻跳出来进入呢身体保卫战 这样的疫苗呢开发呢要好多年 历史上呢最快的记录我看过也要四年半快五年的时间 是个特别漫长的事 那沙西医生是怎么开发疫苗的呢 好问题这个mRNA呢就是messenger RNA 信使RNA 这里要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呢在生物科上曾经学过的一些知识啊 大家都知道呢人体的遗传信息呢存在于呢DNA里 但同时它其实也存在于RNA里 那和DNA的双链结构不同啊 这个RNA呢是个单链条结构 所以呢相比之下呢没有那么的稳定 同时呢它们又各自有不同的职能 这个RNA里呢有一个类型啊叫做信使RNA 这种信使RNA的作用呢就是告诉细胞 你要怎么合成蛋白 那利用呢信使RNA呢去做疫苗呢就是设计出啊 这个一种呢信使RNA 那这种信使RNA呢进入人体之后呢就会去告诉人体去合成呢 和病毒相对应的一种抗原 然后呢通过这个抗原去激发呢人体的免疫系统 或者说呢去训练你的免疫系统呢 在真的遇到病毒的时候呢怎么和它斗争 好处呢是它用在呢身体本来的一些物质 所以呢更加的安全 相比于呢传统的疫苗啊 信使RNA疫苗的好处呢在于它生产起来呢更快 更便宜而且呢更容易大规模量产 而且呢它的开发呢 形容一下快到什么程度啊 在信使RNA领域呢已经研究了差不多20年的沙西医生呢 在决定公司要转型做新冠疫苗 这个以后它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在实验室里研究 到星期一也就两天以后啊 这个1月27号它再出现在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拿出了10个疫苗候选模型 而且开始安排呢公司的员工开始工作了 那如果呢这个疫苗能够真的批准啊 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年 真的是大大的提速 不过这个信使RNA呢 这个技术呢还是比较新的 所以一直呢还停留在一个测试阶段啊 之前我们还没有在临床使用当中使用过任何 NRNA技术开发出来的这个药物 所以呢这一次呢BioNTech的疫苗呢 在这一点就是研发上呢也具有非常强的创新性 那另一个呢也在研发呢新冠疫苗的公司 Moderna呢也是用的这个信使RNA的技术呢 开发出来的疫苗 BioNTech都这么巧了 为什么还需要回锐啊 哎说的没错 这个BioNTech呢确实开发疫苗是很有两把刷子 但是要说到进行测试 或什么药物管理部门量产 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全球规模性的量产 BioNTech呢就显得有点渺小了 这个时候呢辉瑞呢就可以正式登场 那辉瑞呢从2018年呢就开始和BioNTech 在流感疫苗上呢进行合作 在今年3月1号的时候啊 沙西医生呢想到这些这个大规模量产啊 过这个FDA等等事情以后呢 他呢就打电话给辉瑞呢 专门负责疫苗的一个人叫Catherine Youngson 就问他呢有没有兴趣呢一起来开发疫苗 立刻就得到了答案 就是好的 一般来说呢在医药行业啊 创新其实更容易在像BioNTech这样的小公司 在一些呢特别优秀的科研人员手中诞生 但是什么走程序做量产 就是呢大药厂的强项了 特别说到这这一次这个疫苗三期测试啊 就涉及全球4.4万个参与者 而且呢量产后呢就是上千万 上亿级别的一个生产规模 所以辉瑞呢和BioNTech的合作呢 绝对是资源互补强项联手 很快呢他们就双方达成了协议 成本呢各自承担一半 共同进行开发 于是呢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呢 在申请批准的疫苗 而收到呢这个沙西夫妇啊 除了当年呢他们14亿美元出售呢 Ganymed赚了不少钱 那去年呢BioNTech也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而且市值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0亿美元 就我最新看到的 帮助他们躋身呢 德国最有钱的100个人的排行榜 但是似乎呢有权对于他们的生活呢 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啊 他们现在呢两个人也没有车 甚至也没有驾照 每天呢骑自行车上班 而且呢还是住着同样的公寓 就好像这些钱从来没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生过一样 我对钱没有兴趣 至今呢这两口子呢 最有热情的还是做科研 这一次的疫苗呢 势必呢还是会给呢 沙西夫妇带来呢更多的财富 不光是疫苗的生产啊 还有呢知识产权的巨大价值 不过呢这个沙西医生呢是表示呢 对于这个疫苗他是不会去申请专利的 那我看了一个沙西医生的采访啊就说到呢 这样的疫苗呢就像太阳一样 是不能有人去拿专利的 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同意沙西医生啊 是更广泛的让他们的成果能最快速度 让最多人受益呢 是面对大流行病的时候呢 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另外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也是 冲着诺贝尔奖医学奖去的啊 那这里呢也顺便说一下 这个专利和诺贝尔奖的关系啊 有种说法呢是说二者不可兼得 一般有了新的发现 你呢要经得过行业的几十年的检验啊 才能够获奖 所以你必须要公开 那如果你想挣钱 那就是呢走专利另外一条路线 当然了这个观点呢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啦 而说到呢他们有没有可能获奖这个事 这个诺贝尔医学奖一般其实 不是特别看得上疫苗这一类发明 那唯一也是有过一次呢 颁布给这个疫苗的 那这个诺贝尔奖呢是在1951年啊 颁给了在1937年研发出 黄热病疫苗的马克思泰勒 所以那如果啊是发现了 如此大的流行病的疫苗 另外呢因为他们在研发的上面 刚才说到了 其实存在非常强的创新性 所以我觉得呢 他们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拿到这个诺贝尔奖的 当然了这个都是后话 期待呢全球人民都能快速地用上靠谱的新冠疫苗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给我关注点赞加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